會知道說會陰部會有下醉的東西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要開始看醫師 要不然就是你平常給婦產科醫師檢查的時候 如果他開始 我們會檢查的時候會覺得說 怎麼他的結構會比較鬆散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要開始注意 那另外就是說自己生產完的時候 也要開始要做生產完回復的運動 讓骨盆 因為生產的時候骨盆腔其實是完全要為了生小孩的關係 全部要張開的 所以你在產後的時候就要開始慢慢的運動 讓這些肌群再回復他原本的狀態 不然他很容易就是說他就開了就開在那裡了 那以後就很容易就是就會有脫槌的狀況 對啊像我運動一兩年 我最大改善是什麼 比如說你進去要開跑車的時候 很低嘛 很低你坐進去之後肚子又大 然後 唉 然後呢 接下來怎麼辦 引擎發動啊 你不可能自己抬腿啊 你那時候抬不了 你沒有練啊 你都 用手扶這樣 好像一隻喔 我真的沒騙你 然後沒騙你後來練練練 現在可以進去 嘿嘿 所以肌肉群有力量了 我就講就是要練嘛 對不對 現在其實剛剛有提到年輕話 就是其實 要真的去抬中舞的人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們還是有內建一個中舞 就是自己的體重 對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久坐 上班族久坐回家又久躺 躺在床上或沙發上追劇 其實他們的骨盆的肌肉是鬆的 然後位置也跑掉 那我們接到滿多年輕的女性個案就是這樣 上班壓力很大又久坐 然後吃很多變胖之後 回家看劇看 他們還喜歡看寒重 因為寒重又很好笑 所以大笑的時候就漏尿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都不會發現 他們想說 本來就是笑的時候 有幾滴出來應該也是滿正常的 因為真的還滿好笑 可是其實那個都是盡興的因子 都是讓他們其實在提醒 其實應該要好好的減重 然後你的骨盆肌肉已經是不行了 所以是需要去預防的 來我們看看 經常熬夜睡眠不足 會產生什麼毛病呢 我看一下 當心腸胃疾病 發胖 健康來常在 其實在腸胃科 我們常常看笑話不良 會死到你有病逆 脹氣 那我通常都會問到說 他有睡眠的問題 他就會通常叫做 大部分都問到說 其實這樣的病人 尤其是年輕人 通常都會有失眠 或是熬夜的問題 那有一次我就在那邊問病人說 你這個可能要早點睡覺 然後那個男生就跟我講說 我有看你的FBI 你昨天兩天還在PO文章 所以我就說 我說文章你怎麼自己演不完 演不早點睡 所以代表說 有時候我們是喝咖啡 就熬夜 為了病人的福祉 我們半夜還在那邊犧牲生命 所以熬夜真的會 會造成這個身體的變化 很厲害 最近在剛剛發表 在這個成大 他們在發表說 做了一千多個上班族研究 發現說 八成的上班族 都有 睡眠不好跟熬夜的習慣 當中有六成的病人 他會有這個 長照症的情況 就是睡眠 他睡眠 六成病人 睡眠都少於六個小時 沒有 真的睡得很久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睡眠少於六個小時 你長照症的機會 會比那些睡眠的飽了 高出一成五 一成五 一倍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還蠻厲害的 另外一種 他也蠻有趣的 他說 如果你在躺在床上 睡覺翻來翻去 睡不著的那種人 你的便秘的情況 也比人家高 高了20% 所以 其實情緒跟睡眠習慣 跟腸胃科其實蠻有關係的 再來就是 我們常說睡不好 常會變胖 這個國外蠻有趣的研究 做老鼠研究 後來在人體也發現 為什麼 睡不好會變胖 真的嗎 我們就是啊 對 我也是 沒有 我也是 我也是 他們其實 這個跟腸道的細菌有關 找到藉口 腸道的細菌有關 就是說 我們腸道的菌種 就像是 有些是上夜班的 有些是上白班的 所以你的睡眠的情況 到白天的時候 你的白班的菌種會比較多 晚上睡覺的時候 夜班的菌種會比較多 它是有一個起伏 但如果你的 你的睡眠作息調整錯誤 或是你吃東西調整錯誤 不該吃飯的時候吃飯 不該睡覺的時候睡覺的時候 這個時候 腸道菌種就會失調 失調之後 就做研究發現說 這樣子失調的人 他在吃比較高油的東西 比較高糖分的東西 他就容易 油脂就會堆積 容易會血糖高 容易會胖 所以我碰到說 我的一個 最年輕的一個 國中生 他大概十幾歲 媽媽帶過來 他來看我就是說 他常常會覺得 腹部疼痛 而且是痛下面 尤其上學的時候 會更不舒服 睡著的時候就沒有問題 像這種女孩子 醒的時候會痛 睡著的時候沒問題 這個就可能是腸躁症 然後他又有便秘的問題 像小女生 我們後來給他用藥物 給他用治療 效果都不好 後來我就問他媽媽說 那他是不是因為 讀書壓力很大 晚上會熬夜 他說對呀 熬夜 我說那難免嘛 因為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為了打拼 也是熬夜很厲害 他說 他說他不是為了讀書 他是為了要上網 跟FB 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還是便秘的部分 你一定要睡得好 然後把那個睡眠體 可能10點多早點睡覺 然後早點起床讀書 這樣OK 調整之後 他的飲食上 跟他的這個情況 都改善之後 他其實就比較好 其實很多人的腸胃 並沒有真的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都是這個生活習慣的改變造成 所以我有朋友一換工作了以後呢 就突然間就有那個 胃潰瘍了 就是壓力比較大的工作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壓力大 也會引起胃潰瘍 壓力大啊 就是很多當新兵的 那種去當兵 被學長批的 那種壓力很大的時候 常常都潰瘍 然後做油門感菌 都沒有檢查 都沒有問題 那這就是壓力性潰瘍 然後換個工作 或換個環境就好了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我知道腸躁症 腸躁症就是你會腸的輪断很快 然後腸脹氣我也曉得 可是那你知道 有時候有些人是會 因為像我知道 腸氣就是你打個嗝放個屁 其實就沒事 可是像精卵是 我後來是我會發現 我的精卵是那種 是會縮縮那樣抽痛 然後那個不是放屁打嗝 可以解決的 就是那種會突然全身不能動 那個是什麼樣的狀況 精卵非常疼痛 非常痛 但是我們做檢查進去 其實胃鏡膀胱都沒事 是 那我們就要排 我也沒有睡不著 也沒有便祕 什麼都沒有 但就突然有時候一緊張就精卵 對啊 所以講到重點 就是緊張 緊張膠軟神經 我說 有些人就 有些膠軟神經發作的時候 它是不動的 有些人就是會收縮的很厲害 收縮很厲害 那個就是這個 你可以叫它 甚至會冒人汗的 會精卵或腸脂肌會冒人汗 你很容易被劇情牽動 你很容易被劇情牽動 因為要去看韓劇的時候 超生氣的 而且精卵就是那種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這樣被劈腿了 被欺負了 那你為什麼不去看什麼卡通影片 你 我看卡通影片的時候特別開心 就不驚人 開心的時候不會 可是我想說有驚人這件事 有啊 當然有 其實這幾年有一個研究叫做 腦腸軸 就是我們腦袋跟腸子中間是有溝通的 那剛剛吳醫師講的那個例子 其實很明顯的就是 腦袋跟腸子中間 情緒上面會影響它 其實腸子也會影響情緒 腸味道不好的人 其實睡眠也不好 情緒也不好 那我有一個患者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個 常常睡不好 那每次一到上班 要開會之前 就想要上廁所 就那個就是很明顯的一個 緊張型的腸躁症 對 那他來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其實你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可以調整你的腸味道 第二個呢 事實上你可以改變你的腸道菌蟲 就我們腸道的細菌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腸道的菌蟲如果健康 腸子本身健康 心情會變好 不過這病人他不耐煩 他沒有辦法等這個腸道 用這個益生菌來治療 他還是拿這個 控制腸道症的一些神經性的藥物 當然可以控制得住 但是長久以來 他就是好好壞壞好好壞壞 定期都在拿藥 那我還有一個患者是這樣子 他總是腸味道不好 做了胃鏡做了大腸鏡 就像剛剛我一直講的 其實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他就是覺得不是很舒服 後來我問他的生活 他也是那種就是 常常晚上睡不著 熬夜 常常焦慮的人 最後呢 讓他用一些抗焦慮的藥物 他腸躁症之上就好了 所以其實精神跟腸躁症 是有關係的 最近台灣其實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細菌的 特殊的菌蟲 會影響到心情 現在正在經濟部在 在已經在做一個研究 準備要在台灣大量的推 這個菌呢 實際上還被叫做快樂益生菌 有這種快樂益生菌 好可愛喔 比如說有這種 這種菌蟲啊 事實上是可以影響到你的情緒 那事實上美國也是在2014年 美國FDA就已經通過 可以用健康人的腸道菌 來治療腸躁症 在美國現在這個叫FMT 就是糞便的菌蟲移植術 你聽起來會很好笑 就是他吃起來 是他的糞便的菌 就是大家犧牲叫做大便膠囊 就做成一個膠囊之後 把那益生菌吃下去之後 腸道症就可以改善了 所以其實腦袋跟腸子中間 有很多很多的溝通 過去我們是不太了解 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用所謂系統性 來研究我們的身體 腸道系統就是腸道系統 它就是消化的功能 神經系統就是神經系統 精神又是另外一個系統 這個中間好像沒有溝通 現在我們越來越清楚 其實我們全身很多系統 是連結在一起 腸味道的功能 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甚至影響到我們的神經 甚至現在也可以用 是因為了 所以有很多的 徒刑 那個olar可能 先祝 驚演